圣诞节当天,小树蛙和狐狸猫约好一起去圣诞市集。 才一大早,兴奋的小树蛙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狐狸猫家。 院子里,只见狐狸猫站在一面黄色旗子旁边, 正玩着海盗游戏,仔细研究手上的藏宝图。 小树蛙好奇地跑过去问,你在做什么呀? 狐狸猫回答,你来得正好, 我们一起把藏在院子里的圣诞礼物找出来, 说着将手上的另一张藏宝图拿给小树蛙。 原来,这是狐狸猫的妈妈为两人准备的圣诞游戏, 以旗子处作为原点,向前为正,向后为负, 推着推车笔直前进,将两个礼物分别推到某一个位置买起来, 并留下物体移动时的轨迹变化图。 两人需要解读妈妈留下的图, 按照图上的标示,找到礼物位置。 找到礼物后,礼物上会有一个密码锁, 输入指定时间内的加速度数值后, 才能得到礼物,并出发前往圣诞市集。 小树蛙分配到礼物A的藏宝图, 她根据表上的资讯, 找到礼物A移动后的位置落在圆点前方两公尺处, 又用图上物件的相对位置对照院子里的实际景象, 找出向前的实际方向。 找到方向后, 小树蛙用卷尺朝正确的方向量出了两公尺, 兴奋地挖着图。 挖到了,礼物A果然在这里! 小树蛙迫不及待地拿出礼物, 下一步是计算出加速度, 并用加速度作为密码解锁礼物。 小树蛙先将藏宝图上的资讯整理成XT图, 整理完后,图上出现了一条斜直线。 接着,她把XT图转换成VT图, 这样就可以知道礼物A,1-4秒的加速度了。 小树蛙边计算边自言自语, 0-1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0.5公尺, 1-2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0.5公尺, 2-3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0.5公尺, 3-4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0.5公尺。 咦?平均速度都是每秒0.5公尺? 是等速度运动? 既然是等速度运动, 就代表礼物A的平均加速度是0咯。 密码是0, 礼物的锁打开了。 小树蛙欢呼一声, 是一架玩具直升机。 狐狸猫看小树蛙已经找到了礼物, 也加快脚步看着自己的题目。 它根据表上的资讯, 找到礼物B移动后的位置, 落在圆点前方25公尺处, 又用图像物件的相对位置, 对照院子里的实际景象, 找出向前的实际方向。 狐狸猫来到圆点前方25公尺的位置, 果然顺利地挖出礼物B。 狐狸猫继续想着, 礼物B的加速度是多少呢? 狐狸猫先将藏宝图上的资讯 整理成XT图。 咦? 这跟刚刚小树蛙的XT图不一样耶! 取3至4秒的位置变化来看, 礼物B一秒内就移动了7公尺, 但礼物A一秒内只移动了0.5公尺。 与X轴的倾斜程度越大, 表示物体的移动速度越快。 看来妈妈推我的礼物时, 跑得比较快哦! 哈哈! 接着,狐狸猫将这张图转绘制成VT图, 根据位移计算出物体的出速度为每秒0公尺。 0至1秒内,位置移动了1公尺, 表示0至1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1公尺。 1至2秒内,位置移动了3公尺, 表示1至2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3公尺。 依此类推, 2至3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5公尺。 3至4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7公尺。 4至5秒的平均速度为每秒9公尺。 聪明的狐狸猫很快就发现, 所有点连接后, 在VT图上呈现斜直线, 代表物体做的是等加速度运动。 顺手画张AT图, 检查每一秒的加速度是不是都一样好了。 狐狸猫算了一遍, 没错, 每秒增加的速度都是每秒2公尺。 解锁了! 狐狸猫拿出礼物B, 是它最想要的小恐龙模型。 两个人都找到礼物后, 如愿来到圣诞市集, 边逛边分享着刚刚解题的过程。 小树蛙说, 我发现, 如果物体做等速度运动时, VT图上应该都会呈现一条水平线, 因为速度的数值不变。 如果速度的数值是正的, 就代表物体向前运动。 如果速度的数值是负的, 就代表物体朝反方向运动。 接着换狐狸猫分享了。 我刚刚画了一张加速度时间关系图, 也就是AT图。 在这个图中, 只要看到加速度不为0, 且呈现水平线, 就代表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另外, 我刚刚也有画到VT图, 在VT图中呈现斜直线的话, 代表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小树蛙恍然大悟, 原来位移、 时间、 速度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每一秒移动的距离, 就是物体的平均速度。 若物体不是进行等速度运动, 则每一秒增加的速度, 就称为平均加速度。 狐狸猫在一旁拍手, 没错没错, 就是这样。 狐狸猫逛完试集后, 回家顺手做了今天的学习笔记。 VT图中, 如果呈现水平线, 代表物体做等速度运动。 VT图中, 如果呈现斜直线, 代表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AT图中, 如果呈现水平线, 代表物体做等加速度运动。 位移、 时间、 速度 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如图。 最后, 狐狸猫邀请荧幕前的你 和它一起来脑力激荡。 请试着解读下方VT图 和AT图所代表的物体运动状态。